哈囉我是PS 歡迎來到今天的Vlog 那先在這邊快速的跟大家報告一下近況好了 那關於S14烤漆的部分 我已經有招好烤漆場了 然後再來Ong-Level那些寬體 也已經都送過去先處理了嘛 因為在烤漆之前 畢竟還是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的 像是磨什麼之類的啦 總之就先送過去處理 那至於車子的部分的話 就還不能過去 因為他們那邊最近還是很忙啦 所以我車子可能還沒有位子過去讓我停這樣子 但他們也很好心的啦 就是說不然先把寬體送過去 那他們有空的話可以先幫我磨 先幫我處理寬體 我個人引擎蓋嘛 那總之烤漆這件事情啊 就也算是在進行中了啦 至於趕不趕得上比賽這件事啊 就...對...聽天由命吧 就算趕不及比賽也沒關係啦 因為至少反正我車子 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還是可以參加比賽啦 就是... 嗯...沒那麼好看啦 對... 但是也沒辦法的事情 Anyway 總之這件事情就先這樣子 我真的很期待 他裝上新寬體烤漆的樣子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期待吧 對不對 對那大家不用擔心啊 我的時事啊 我一定會讓他在2021年 把他弄好這樣 然後還有再來第二件事情啊 就是...沒錯 明天我又要去甩尾了 明天要去練車 而且明天的練車其實說起來 蠻...特別的啦 因為有一個特別嘉賓要來 而且還有一台很特別的車 對...在這邊就先跟大家賣個關子 那當然啦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下一集的影片的話 請一定要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嗎 對...那也因為明天要去練車了嘛 所以不免俗的 今天就還是來工作室這邊 整理一下東西 把車子循循嘛 然後再來就是要把工具什麼的都準備準備 而且再來就是輪胎也是嘛 而且在這次練車之前啊 我就還有一些小設定啦 就是想要把它調一調 因為畢竟現在車子的狀況來講的話 嗯...我是覺得都差不多到位了啦 真的就是剩一些小小的底盤設定 喔對了然後還有一件事忘了跟大家講 就是在比賽之前啊 我應該會跟秋安約個時間吧 又或者是我自己在這邊拆啦 我會想要先把我的變速箱先把它換下來嘛 就跟那個時候我買變速箱的時候 跟大家講的一樣 因為這顆變速箱的培鈴啊 已經有聲音了 那...我不太想用這顆去比賽啦 總之我已經跟櫻木哥有買了另外一顆S20DET的變速箱嘛 那在比賽之前啊 我會想要先把那顆變速箱換上去 然後把車上這顆啊 拿下來整理 那這樣子一來啊 我就有一顆備用的變速箱可以用了 對那總的言之啦 今天來工作室也沒什麼太大條的事情要處理啦 也不會忙 總之就是把東西收一收而已 那我就想說啊 剛好來切這個機會吧 來回答一個 很多人都在我頻道上面有提出的一個問題好了 對那也就是啊 我這台S4啊 上面裝的卸壓法到底是哪一顆好了 因為自從... 嗯... 算...應該也不算頻道開拍以來啦 對總之在我 對稍微改了卸壓法的一些設置之後啊 就會有很多人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講說 欸你的卸壓法是哪一顆 欸為什麼你的卸壓聲那麼好聽 欸你的卸壓法賣多少錢 你有沒有在幫人家改什麼的 對在這邊先 還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沒有在幫人家改車好不好 這邊單純就是我自己一個 私人的工作室而已 就是我自己處理我自己的車 就這樣子而已 我不是本科系學生 我也不是專業的技師 我更沒有在營業 也更沒有在幫人家弄好不好 話說到這邊啊 就不免俗的 那就來發動 來吹幾下油門 讓你們聽聽看我現在這台車的卸壓的聲音吧 剛剛玩一個太起勁 就突然心血來小燒了一下台 Anyway不知道會不會被小廁所罵 而且我必須老實跟大家講啊 渦輪車的卸壓聲 真的是一個很美妙的聲音 你知道嗎 某種程度上來說啦 我喜歡卸壓法的聲音啊 應該會大於排氣管的聲音 我不知道我就是覺得 那個聲音真的很嗨很爽 尤其是我現在這台的聲音 我真的超愛 超愛那個聲音 我那個時候聽到這個聲音啊 我真的就是立馬馬去找說 是什麼卸壓法 或者是怎麼樣子改 它才會有這個聲音 而且我覺得卸壓法那個真的 也算是一種火力展示吧 就很像是代表 我這台車現在是有渦輪的 所以我才會有這個聲音 當然還有很多那種奇奇怪怪的東西 比如說什麼電子卸壓法啦 或者是人家自己土炮改那種 明明就是NA 但是它有卸壓法的聲音 說到這邊大家應該也就有了解 卸壓法的聲音 代表什麼意義了吧 當然啦 那是比較早期的那種玩法啦 畢竟現在你們也知道 就隨著車廠他們coast down 幾乎所有的車 幾乎所有的車真的都有渦輪 不過當然相對來說 在改卸壓法這個門檻 也至少就有降低了 因為你在改卸壓法之前 你最基本就是要有一套渦輪 對不對 那現在既然你原廠車上都已經有渦輪了 那你改卸壓法 基本上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啦 對那說到吸壓聲啊 又有分超級無敵多種啊 因為隨著 吸壓法的品牌不同啊 他們就有不同的聲音嘛對不對 像是大家最熟悉的 應該就是HKS SQV吧 它那個聲音就是特別尖嘛 就是那種咻的那種聲音 相信很多早期玩過IMPRESA的應該都裝過了 而且那一顆真的 在世界上算是很有名啦 因為它那個聲音真的很特別 然後像其他的可能還有那種 啪的啦 或是那種刺的啊 或是像最近很常那種 啾啾啾啾啾那種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啪啪啪 我真的分超級多種 當然每個人有不同的喜好啦 當然以我自己而言啦 我真的是最喜歡那種 唬唬唬ARDU的那種聲音 而且其實讓車子發出這種聲音啊 其實對操駕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啦 等一下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其中的秘密 好啦 那言歸正傳 所以我這台車上到底是裝什麼謝拉法呢 在大家的印象中啦 應該就會記得我是改這一顆 GFB的Response謝拉法嘛 對不對 這個算是很早期的事情啦 大概是我頻道第一還第二部影片嘛 總之很早期啦 相信頻道中的很多人 應該都是因為這一顆謝拉法而認識我的 那既然我那個時候都已經裝上去了 為什麼現在這一顆會在我手上呢 嘿嘿 那就帶你們來看看吧 好啦 那我現在就不跟大家賣關子了 我車上究竟是哪一顆謝拉法呢 答案就是 我的車是沒有裝謝拉法的 有沒有 這邊是渦輪出來嘛 進氣管路 這邊都是空的 下面也沒有藏東西 然後進來之後就是渦輪管路 intercooler嘛 cooler出來 這邊也都沒有 這邊然後就直接進去有進氣習慣嘛 對 下面這邊都是空的 沒有東西 我沒有騙人喔 要講到這邊啊 就必須來跟大家講一下 西阿法它的作用到底是什麼 雖然說我在上一部影片有講過啦 那沒關係 我們這次就簡單的快速帶過 那西阿法它最主要的功能啊 就是讓渦輪增壓後的壓力來釋放嘛 因為從引擎排氣然後去推動排龜 那排龜的葉片去帶動這邊增壓車的葉片嘛 所以它是把空氣吸進去 裡面的壓力會變成正的 然後從這邊一路打 打進來 經過中冷氣冷卻 然後這樣子一路再擠到我的經濟氣管裡面 擠到經濟氣管裡面就代表它擠 把空氣擠進氣缸 對啊 這邊先簡單帶過 那所以卸壓法它的作用是什麼 它的作用就是在於 釋放這一段管路裡面的壓力 因為我們的節氣門在這裡 對不對 這裡是我們的油門有沒有 它裡面就是一個蝴蝶閥 在你開油門的時候啊 它通道打通 讓空氣流過去 那你收油門的時候它會關起來 它就形成一面牆 但是當你關油門的時候 你的渦輪增壓其實它這一段裡面 都是還有壓力的嘛 對不對 那在你突然關起來之後啊 你的壓力去哪裡 就是要透過卸壓法來把它釋放掉 對 那講到這邊啊 基本上就是卸壓法它的功能啦 好 那所以為什麼今天 我是一個沒有裝卸壓法的狀態 沒有裝卸壓法代表什麼 沒有裝卸壓法代表它管路裡面的空氣 是沒辦法釋放的 對不對 但是其實說沒辦法釋放也不對啦 因為你就算不給它釋放啊 它這個壓力很大 所以它還是會找一些其他的管道 一些其他的出口來排掉 那既然我們的管路裡面 都沒有出口的話 那它唯一的出口在哪裡 也就是它的入口 也就是在這裡 所以說像我車這種 嘟嘟嘟嘟嘟嘟的聲音 是從哪裡發出來的 就是我的渦輪葉片所發出來的 就是因為它的氣沒辦法排掉 所以它只能從這邊出來 那那個嘟嘟嘟嘟嘟嘟的聲音啊 就是它葉片去撞擊空氣的聲音 等於是你電風扇是這樣在轉 但是你氣有擠出來 所以它會轉一下停一下 轉一下停一下 轉一下停一下這樣子 然後因而摩擦去發出的聲音 就是這一個 對那其實這個聲音啊 是有一個專有名詞的 對那我一開始會接觸到這個東西啊 雖然是看很多國外的影片啊 什麼甩尾車啊 拉力車啊 他們車上都有這個聲音 而且都超級好聽 我那個時候真的一聽就被迷住了 然後我就趕快去搜尋 然後這個聲音的英文啊 叫做Turbo Flatter 直翻回中文的話 他們叫做渦輪喘症 對它總之它這個就是一個現象嘛 就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氣回推回渦輪 然後讓渦輪出現 轉一下停一下 轉一下停一下那種情況 比較接近的講法啦 應該就是香菇頭回吐啦 因為沒錯嘛 你氣擠回渦輪啊 那氣當然就是從香菇頭塞出去 所以我覺得中文啦 應該講說渦輪回吐聲 會比較恰當一點 所以啦各位 你想要用這種聲音嗎 第一步當然就是一部渦輪車嘛 那再來第二步呢 當然就是把西亞法廢掉 哈哈 但是先不要急著把你的西亞法瘋掉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啊 是有一個風險在的 我們在講風險之前先講 我為什麼想要這樣改好了 第一點除了聲音之外啦 再來第二點啦 因為它不會很立即的 像西亞法一樣 瞬間把進氣管路裡面的氣 釋放出去嘛對不對 所以它那些壓力啊 會保留在管路裡面 一段一小段時間啦 你就靠那個聲音的長度來看嘛 對不對 就是啾啾啾啾啾 它大概就是保留這段時間 然後壓力水的時間慢慢變小 對那像很多這種比賽車啊 拉力車啊 或者像這種甩尾車啊 我們很多時候其實都會 很快速的釋放油門 然後再給油門嘛 這樣很快 這樣子 對那這樣子的話啊 在有西亞法的時候 你瞬間把那些壓力排掉了 那我在第二下要給油的時候啊 那些壓力就是要重新升壓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可能有時候就是 會稍微等一下 尤其是在那種大馬力大沃輪車上面 最明顯 所以綜合這兩個因素啊 我才會把我那顆GFB的西亞法 把它拆掉 對那我們現在就講的就是重點了 也就是你這樣改之後的風險嘛 因為對車子有點了解的人啊 應該就會知道說 增壓車一定都會有西亞法 就算是原廠車也一樣 只是原廠車的西亞法沒有聲音而已 那這樣改它最大的風險就在於啊 你很有可能會因此而減少你渦輪的壽命 對相信剛剛有聽懂的觀眾啊 應該都會知道說 你就是讓一個很高速在旋轉的東西 然後你瞬間讓它停下來 然後它再轉嘛 然後再瞬間停下來 然後再轉 對它這樣子對渦輪那個軸心啊 是有一定的負擔在 不過說真的啦 它對軸心到底傷的程度到哪裡啊 對它至今仍然是一個沒有辦法去計算的點 因為在全世界啊 有一派人就會說 你不裝西亞法你的渦輪絕對會壞 那有一派人就說 對啊那我渦輪會壞 那它到底多快會壞 它不是立即性的 有些人甚至這樣子改了 但是它車子量一開十幾二十年 他說也沒有壞 它反引擎反而先壞了 然後是渦輪還好好的 不過我後來是有聽到一個比較理性的發言 就是因為他們說現在渦輪的內部的軸心啊 其實很多都已經是滾珠軸成了 或者是那種雙滾珠 雙陶瓷 的那種 就是它的軸心已經很強大了 它不像是以前那種舊式的渦輪啊 它的軸心可能因為做工比較沒那麼精細 所以它比較容易去磨損 所以有人就講了 假如說你的渦輪是那種新世代的渦輪 也就是那種所謂的雙滾珠軸成的那種渦輪啊 那你大可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假如說你的渦輪啊 是以前像 IMPRESA或西美很愛改那種 什麼所謂的AR60 啊像SR20DET 它原廠的那個渦輪啊 這種AR60啊或TD05啊那種的 那可能就比較不建議這樣子改 對我覺得這個聽起來算是比較合理的啦 我自己也滿能夠接受這種講法的 對那也因為我這台車的渦輪是 那個蓋瑞特的GTX2876嘛 它算是雙滾珠軸成的渦輪 也算是很新世代的渦輪 所以我就很放心的 這樣子直接給它改下去了 而且像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從我這樣子改到現在喔 大概已經 哇 應該 應該快兩年了 我也是這樣子在路上開啊 然後開去甩尾啊 然後開去這樣玩 寫電腦 跑直線什麼的 那到目前為止啦 我是覺得沒什麼異狀啦 所以啦 如果你想要擁有這種夏法聲音的朋友啊 很簡單 你只要不裝夏法就好了 如果你是原廠夏法的話 你只要把它封起來就好了 這樣子你就可以 用有這種渦輪的回吐聲 但是我在這邊也必須要講 如果你因為這樣子而把你的原廠渦輪 或者是甚至把你的 也已經很舊的渦輪 因此而玩壞的話啊 拜託不要來找我好不好 我在這邊已經有跟你講了 你一定要夠了解這個東西之後 你才能去執行這個項目 就跟我一樣 好啦 那今天借這個機會啊 來跟大家好好聊一下這個 很多人一直在問的問題 那相信今天這一集啊 有幫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啊 我往後應該也會盡量 有空的話啦 就來拍一些這種影片 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啊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的話啊 歡迎不吝飾的 在我的影片下方 直接留言給我好嗎 雖然說我不是那麼的專業 我就是一個 嗯 有點窄的飆車主 但是我還是會盡我所能啦 來回答大家的問題好嗎 就算我不懂的啊 我也會去Google什麼的 因為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學習嘛 我玩車玩到現在 雖然玩了也十幾年了 但是新的東西 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什麼的 也是得持續的學習下去 對 那總之 就先這樣子吧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PS 我們下次見 掰 好嗎